能衬托出他们的庄严高贵 莎士比亚什么地位 什么面子 多少余人为了你这虚伪的外表 而凌然而 身为莎士比亚 老实说 必须有许多大人物 尽管口头上拼命 好好拼命 心里却一点也不喜欢他 门莎士比亚 一个人无论有着什么西才艺能 当然不把那种才能传达别人的身上 他就等于一无所有 也只有在把才能发展出去以后 所博得的赞美声中 才可以认识他本身的价值 莎士比亚 爱的力量是和平 从不顾理性成规和融入 它能使一切恐惧 震惊和痛苦 在深受时化作甜蜜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没有什么事是好的或坏的 但思想却是其中有所不同 莎士比亚人生就像于短重复叙述的故事 一般可见莎士比亚 有些人对你恭维不敌口 可全都不是患难朋友 莎士比亚被认为是诚实的人 有些人都会感到心底 有莎士比亚 你的舌头就像一匹快马 他奔得太快 会把力气都奔完了 莎士比亚放弃时间的人 时间也放弃他 莎士比亚命运如昌迹 听见遭遗弃 莎士比亚爱情里面 要是掺杂了和他本身无关的算计 那就不是真的爱情 莎士比亚生命在发展中得到延长 因为思想莎士比亚两个人骑一匹马 总有一个人在后面 莎士比亚要是不能把握时机 就要终身蹭等一事无成 莎士比亚传播思想 无损于思想的传播者 莎士比亚我们所要做的事 应该一想到就做 因为人的想法是会变化的 有多少舌头 多少手 多少意外 就会有多少忧郁 多少食言 莎士比亚你写诗句 和他交换着爱情的纪念物 在月夜 他的窗前你用作作的声调 唱着假作多情的诗篇 你用头发编成的外环指解 虚滑的事物 琐碎的玩具 花束糖果 这些可以强烈笔骗有一个稚嫩的少女之心的信使来偷得他的情 你用诡计倒去了他的心 莎士比亚我们粗心的错误 往往不知 看中我们自己所有的可贵的事物 直至丧失了他们以后 方式认识他们的真假 我们都无比的增贤 往往杀害了我们的朋友 然后再在他们的坟墓之前追凶哀气 莎士比亚浪子挥过的是他的祖业 财迷葬送莎士比亚 虽然权力是一头不值的熊 可是精子可以拉着他的鼻子走 莎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 那实在是一种浪费 上天升上我们 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 不是照亮自己 而是古照世界 因为我们的德行上不能推其他人 那就等于没有一样 莎士比亚无瑕的名誉 是世间最纯粹的珍珠 莎士比亚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行为才是中心的最好说明 莎士比亚无数人的失败 都是失败于做事情不彻底 往往做到移成公指差一步就停下来 莎士比亚女人是用耳朵恋爱的 而男人如果会产生爱情的话 却是用眼睛来恋爱 莎士比亚时间是审查一切罪犯的最老恋的法官 莎士比亚俏皮话就像练剑用的锻刀猴子 怎样是也伤不了人 莎士比亚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继 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 莎士比亚志愿不过是记忆的努力 总是有始无终 护头蛇尾 像为熟些果子 密布树烧 一朝红烂就会离去之条 莎士比亚一个人 看不见自己的鼻子 教堂屋顶上的风情标变幻莫测 莎士比亚是当的悲衰 刻意表示感情的深且 过度的伤心